美国丢包阿富汗 塔利班重新掌权 不晓得这些军事 靠美国的亚洲盟友 都是觉得有点心寒之际 这个时候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也就是哈里斯 22号搭乘空军2号的专机 抵达了新加坡 他要在新加坡访问两天 23号会见的就是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这一段行程当中的重点 他就是要重申 美国希望跟伙伴 还有盟友的合作的承诺 在国际秩序上 其实要保有主权的争议 尤其是南海航行的自由 你看他要把南海航行的东西 聚焦起来 希望能够聚焦南海的问题 要升高对抗中国大陆的力道 但是李显龙 他在当场的时候就说 新加坡会提供一架 A330的加油机 协助美国从阿富汗 撤离人员 反而让大家的焦点 还是回到了阿富汗的问题上 还说跟美国签了 网络、国防、金融三项的协议 只字未提 中国大陆不想选边站 来听一下李显龙怎么说 The U.S. is a partner nation in Singapore's newly established multilateral counterterrorism information facility We discussed these issues with Vice President Harris and on Afghanistan specifically I mentioned to Vice President that we knew that the U.S. was conducting an evacuation operation of refugees from Afghanistan and Singapore would offer would like to offer to the U.S. the use of the RSAF Republic of Singapore Air Force 在李显龙跟贺锦丽的记者会当中 阿富汗议题成为记者提问的焦点 贺锦丽接连被问到 美国自阿富汗撤军 会不会损害美国对盟友的幸运呢 他真的太尴尬了 没有直接回答 贺锦丽强调 美国眼前最重要的单一任务 就是从阿富汗安全撤离 美国公民 曾经帮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 以及容易受伤害的人 例如妇女跟儿童 这个说法 跟他启程时的出访时 回答是一样的 看得出来贺锦丽 没有准备好她的 接下来人家大家关注的议题 都是在阿富汗 而且她在新加坡完了之后 她要转往哪里 转往越南访问 这是贺锦丽上任以来 首度访问美洲以外的国家 美国的官员就说 贺锦丽此行是想要重申 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承诺 比如说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 等等的 以及对抗中国大陆 在全球的影响力 对此大陆外交部也有表示说 大陆一贯的主张 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应当有利于促进 国家之间的互信 有利于维护地区 还有世界的和平稳定 但是她此行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 她就是别有用途 想要对抗中国大陆 由于美国前总统 川普的政府 忽视了东南亚的国家 贺锦丽此行就被说 致力要对于双边修补关系 还要聚焦全球公共卫生 经济伙伴安全议题 但重点就来了 美军撤离阿富汗 导致这个亚洲盟国就是怀疑你 美国到底是不是可靠的呢 你连20年的阿富汗都可以说拜拜就拜拜 你其他地区你有着力那么深吗 贺锦丽的访问时间就特别的敏感 她必须要肩负安抚这些亚洲盟邦的重任 美国高级官员就指出来说 其实贺锦丽此行 要展现出美国序流这个区域的意志 那在美国要对抗大陆全球的影响力之际 要增加更多的国际支持 路透社就说 贺锦丽这个亚洲之行的目的 要建立跟东南亚盟国呢 更深厚的关系 美国是这些友邦呢 为遏制大陆扩张的关键 贺锦丽24号要访问越南嘛 成为首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 但是但是 美国撤出阿富汗就让大家联想起了 1975年的西贡时刻西贡沦陷 越南人恐怕心情是五味杂陈的 贺锦丽呢访问新加坡跟越南啊 重申呢 他跟拜登所认为的美国核心价值观 就是人权啊 但是呢 因为外界就忧心啊 比如说塔利班重长了之后 那对阿富汗女性的命运怎么样 所以他重提他们很在乎人权 但是贺锦丽此行存在好大的风险 他比如说是一个检察官出身的 担任过参议员而已 在外交啦 跟外交的这个政策上 是没有受过任何的考验 这一次访问越南呢 实际又很不凑巧 刚刚我们听到 在新加坡的时候 所有记者都是问他 阿富汗的东西 那他呢 也只回答说他出国之前的那一套而已 所以他没有做更多的准备 所以呢 他到底要怎么回答 这一趟行程 可能大家都会放大来检视 还有呢 包括了美国撤阿富汗的乱象 跟1975年的西贡沦陷 美国撤调 撤侨大家是已经连接在一起的 那这一趟呢到越南 势必哦 也让外界呢重提这件事情 而外界也明白呢 美国撤离阿富汗之后 在当地的影响力就变小了嘛 大陆跟俄罗斯很有可能就成功补位了 那至少比如说中俄在当地 在阿富汗的使馆 还是照常运作的啦 换句话说 中美在阿富汗还有中亚的势力 是此消彼长的非常明显 其实呢 在欧巴马时期的时候 白宫的全球战略主管 叫做布鲁恩 这位先生他就说 说贺锦丽正在走入一个马蜂窝啊 其实他说呢 像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啊 都是他现在呢 所谓陷入马蜂窝的原因 美国驻越南的前大使 叫施大卫呢 他说呢 贺锦丽他必须要谨慎的 向各国发出积极的讯号 而且呢 避免完全去聚焦大陆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多 他此行目的很大目的 大家都知道 弦外之音就是要对抗大陆 但这些东南亚国家 根本不想选边站啊 所以呢这个大使就说 要特别注意不能够太明显啦 大白话是这样子 他也说呢 美国跟这些国家关系是很重要的 但是东南亚这些国家 根本不想要被当成是美中棋局当中的一颗棋子 有人国家会甘愿当棋子的嘛 台湾我们不知道了 其他国家很不想嘛 那他们呢 想要根据自己的主张 考量本身的利益 那事实上呢 像是新加坡 这些跟美中保持等据的国家 他不只在乎的是本身利益 还想要影响美国啊 等等的 另外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呢 他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阿斯本安全论坛就提到说 比如说有些大陆人会认为东升细降 他认为有错误 但是你美国呢 如果想要跟中国大陆为敌的话 其实大陆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 那李显龙也认为 很多国家都希望呢 美中之间不要再恶化了吧 两国不要再冲突的话 都不要再冲突了 否则会对全球发生灾难 李显龙这样的表态呢 就代表很多东协国家的想法 也凸显了贺锦丽 想要拉拢东协 对抗中国大陆 难度啊 真的很高 环球时报社评就说 美国副总统要面对的是 东南亚广泛的一个质疑 认为他真的很不走运啊 很衰啊 很衰啊 为什么呢 说现在美国呢 在阿富汗逃跑式的撤军 严重的冲击你美国的信誉的时候 就贺锦丽 你还跑来东南亚 那给了人们当面质问 你美国到底可不可靠的一个机会吗 所以呢 无论他走到哪里呢 都会充满人们呢 是怀疑的眼神 刚刚呢 在新加坡就大家都问这个问题了嘛 所以贺锦丽 他只能硬着头皮 甚至他还要极力的为美国 很可靠来进行深变 他辩护啦 他访问越南啊 希望极大化呢 人们对于呢 1975年美国仓皇撤离西贡的回忆 大家都会想起来嘛 以及对于呢 美军抛弃阿富汗盟友 并非孤立之举 意思就是说 华盛顿啊 在这方面是惯犯 他怎么会这么说 他说新加坡呢 跟越南都还是前届的民主党政府所签署的TPP的成员呢 都是TPP的成员 但是呢 这个协议呢 也被你川普的时代 华盛顿给抛弃了嘛 所以他也是再次被抛弃了 就算没有阿富汗的事情 今天啊 新加坡越南啊 菲律宾这些国家 也肯定呢 比欧巴马当时呢 搞亚太再平衡的时候 更没有信心 倒向你美国了 他们朝着呢 跟中美搞平衡 而且外交的路线 也是悄悄的在移动当中 这是中美力量 在东南亚这个地区的实力展现 此消彼长嘛 中国大陆在这边的影响力 就是你比你大啦 因为它有地缘政治 而且长期耕耘嘛 美国呢 不要想要把任何东南亚国家 打造成大陆的敌人 因为呢 美国跟大陆的关系 你越紧张 新加坡越南跟菲律宾等国呢 反而会跟你美国走得更远 更敏感 最终呢 这些国家会选择 很明显的跟美国保持距离 尤其呢 大陆还是东南亚 所有的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嘛 没有国家会愿意 让美国呢 当枪使 而破坏了跟大陆的关系 没有哪个国家会那么蠢的 所以呢 来看到美国经营的20年 阿富汗能说走就走 也让美国的亚洲盟友啊 点滴在心头 最近呢 才说要来东南亚 但是呢 大陆跟东南亚关系是很深的 比如说呢 跟越南军队 有些他们的要求之下 大陆人民解放军呢 援助越南军队的第一批疫苗 已经在23号交给越南了 不只是越南 不会跟着你 一起美国来全面的抗中 尽管你美国呢 现在不断的挑动呢 这个南海主权嘛 比如说贺锦丽到新加坡 就是提了南海主权 菲律宾呢 跟大陆在南海主权 是有一些分歧的 但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呢 丝毫都不受影响 还是对于北京持续友好 比如说呢 菲律宾的军方20号就有特别强调说 大陆今年呢 有5度发射了信号弹 要驱离巡逻西菲律宾海的 非国的军机 但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呢 向北京承诺 在他任内啊 马尼拉当局呢将会对地缘政治 是保持中立的 大陆最近呢 其实还捐赠了百万剂的 大陆的国药集团 COVID-19疫苗 给了这个菲律宾 其中73万9千剂呢 其实20号就已经送到了马尼拉 已经接种过两剂的国药疫苗的 杜特地在欢迎仪式上 就说非常感谢北京 在疫苗爆发的时候 捐赠这些疫苗 各项医疗设备啦 对抗疫情啊 这些举措 真的就是证明大陆政府的善意 以及菲律宾和大陆的深厚的关系 那杜特地呢 还请大陆驻飞大使 黄熙莲就说呢 向那个习主席 表达我深切的一个谢意 真的非常非常的谢谢 大陆对于我们的态度 即便现在当权地缘政治 是充满挑战的实战 菲律宾也会保持中立 至少呢在我的任期之内 忠于对于大陆的承诺 其实杜特地呢 16号晚间的时候 也在电视谈话当中说 大陆捐赠非国的疫苗 并没有要求任何附加条件 直到现在 大陆连一支原支笔都没跟我要过 他比喻都有蛮有趣的 还说呢也没有跟我要什么好处啦 什么都不要 除了他们的船的确是在南海啦 但他说我也要说 那我的船也要在南海 大陆在南海 我也要在南海 他也不想跟任何人开战 也不想跟大陆开战 尤其是美国 他们是在我们的土地上 看得出来人家没有那么想要 跟你美国一起抗中嘛 美国长期忽略了东南亚国家 现在要抗中才给填头 他们当然也是点滴在心头咯 尤其抛弃了阿富汗 美国的承诺也被打上一个大问号 美军跟盟友的撤裂行动 导致阿富汗的乱举是一团乱 喀布尔的国际机场 更是陷入了混乱 来看到是德国的联邦国防部 其实23号声明指出来说 阿富汗的安全部队 跟身份不明的袭击者 在喀布尔机场 北门爆发了一些枪战交火 美军 德军也参与战斗当中 过程当中有一名阿富汗的部队队员身亡 三个人受伤 德军则是没有人伤亡 那乱象是频传的 美国总统拜登 却对撤军行动坚定不移 当地时间22号 他还特别说 不管何时撤离都会很痛苦 都一样痛苦的 预期后续还有很多的差错 可能会有的 不过他也重申 所有想要离开阿富汗的美国人 都能回家 他也表示不排除会延长撤军的期限 到8月底以后 另外他来看到 其实针对这件事情 塔利班的发言人就开枪 如果你美国跟英国 寻求更多的时间来延长撤离任务的话 塔利班的回答是不 还说这个后果 要由你美国英国自己承担 如果他们打算继续占领 恐怕会引发更大的反应 美国总统拜登 周日针对阿富汗的谈话 其实是他三天来 两度针对美军撤离阿富汗 发表谈话 关于美国跟盟友撤军阿富汗 拜登自己做出的撤军决定 他可以说是坚持不后悔 还说是合乎逻辑 理性跟正确的 就算美国撤侨时 数千阿富汗人 涌入喀布尔机场 其实不少人攀上的军机 都有很多乱象 甚至还有坠地身亡 有人踩踏当中丧命 关于喀布尔机场的乱象 拜登表示 不论何时撤军都无法避免 就算早一个月还是一样的 拜登这个说法 到底有没有同情心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他是怎么说的 拜登还说呢 要完全撤离阿富汗 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 而且很多事情呢 可能会再出错 但是拜登也强调 美国的撤侨行动 已经有所进展 包括呢 让更多人能够安全地抵达机场 还说从14号以来 美国已经撤离了多少 撤离了2.8万人 其中1.1万人 是在周末完成撤离的 还说本周末 36个小时 就有1.1万人 从喀布尔撤离了 正是 这是呢 很了不起的行动 他重申 所有想要离开阿富汗的美国人 都会帮你离开 但是呢 这个说法呢 也被讲说 其实你是不是呢 也是都只是在乎的是你 美国人的利益 我们来听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our first priority in Kabul is getting American citizens out of the country as quickly and as safely as possible at my direction the state department continues to reach out to the remaining Americans we have identified by phone email and other means to ascertain their whereabouts and their plans we're executing a plan to move groups of these Americans to safety and to safely and effectively move them to the airport compou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e'll see you next time